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穆斯韦 墨语金金 1246集 李南手足乌错了一分钟 他眸子一亮 逃出手机来 拨通了韩富贵的电话 电话很快被接通了 话筒里传出了韩富贵的声音 喂 小李啊 有什么事吗 怎么晚打电话呀 韩富贵说话的声音倒也客气 但是 笔之张凡的说话语气 那差得远了 简直就是云泥之别 韩总啊 您在哪呢 我有点工作的事想找您汇报啊 都这么晚了 还汇报什么工作呀 你好好休息 明天早晨呢 再向我汇报不迟 韩总 这事十分重要 还是今天汇报比较好啊 那你在电话里面说吧 也省得你再跑一趟了 这事很重要 不能在电话里面说呀 要不我去您家 或者去您办公室 不行 我有急事 这样吧 我现在正在去往平山大饭店的路上 见一位身份地位很高的人 你也来吧 我们两个交流完了 你再向我回报 这样就什么都不耽误了 听到韩富贵的话 李南嘴角微抖 如此看来 想不让韩富贵过来 已经是不可能了 如今的唯一要做的 就是在韩富贵来之前 不让韩富贵说出两人间的协议 您要见一位有身份有地位的人 那这人是咱们平山本地人吗 就是咱们平山似的 不过我也不知道 他是什么身份和地位 刚才总经理给我打了电话 让我一切听他的吩咐 让我怎么做 我就得怎么做 一听这话 李南心头不禁一震 居然是于山于总 亲自给韩富贵打的电话 李南下意识看了眼张帆 此刻望向张帆的眼神里 再也没有半分的轻视 而是变得异常的凝重 能和于山相熟 并且跟人家说话的语气 没有半分丝毫放弃姿态 而且听听几句话 于山就帮张帆把事给办了 可见张帆的身份地位 绝对不简单呢 韩总那行我知道了 没什么事我就挂了 我正在开车呢 韩富贵说完就把电话挂了 挂断电话 李南越发地焦躁了 不禁在房间里面多几步了 他在思考着 究竟该用什么样的方式 才可以让韩总 不把他们两个的协议说出来 张帆找的于山 身份地位太高了 能给韩富贵的压力很大 在这股高压下 韩富贵很难不就范的 他想了半天 也想不到究竟该怎么做 才能让韩富贵保守秘密 最后 只能再把目光投向张帆 他天天嘴唇 鼓足勇气 到了张帆面前 此刻 他望向张帆的眼神里 充满了祈求 张先生 咱们还是去那边谈谈吧 你就不用白费力气了 我是不会跟你去的 听到张帆的话 李南狠狠地摇料压根 但是 却是真的无可奈何 这时候 房门又被推开 一名身材不算高 大概 有一米六五左右 看起来四十多岁 身材发福的男子 走进了房间里 此人不是别人 正是韩富贵 他望向房间里面的众人 微微一震 而后 把目光落在了李南的身上 他心底不禁 生出了一抹惊讶 李南怎么会在这 不过 韩富贵并未主动 和他打什么招呼 而是扫了一眼 在场的众人 非常和善地说 请问 哪位是张帆张先生啊 请出来说话 我就是张帆 张帆举了举手 然后 朝韩富贵的方向走 韩富贵急忙迎了上来 两人手重重地相握 而后 他还热情地说道 张先生 你好 你好啊 嗯 你好 不知道 张先生找我来 有什么事啊 想找你帮我拆穿一个谎言 听到这话 韩富贵愣住了 急忙凑在张帆的身前问 张先生 您需要我帮您拆穿什么谎言呢 说一说 你和李南坚的协议 哦 原来是这事啊 我们公司有一个规证 没有办下来 这事已经拓了七八个月了 半年前 我跟李南说 只要他能把这证给办下来 我就给他生一击 李南当时立刻就答应了 说是他已经想到了办法 说是 可以通过什么这个办证人的女儿 接近办证人 争取在今年年底 把事情给办好 听到这话 曼丽双腿一软 一屁股跌落在地 他的眼神里没有了半分感情可言 有的只是空洞 这事已经很明显了 李南就是欺骗的 看到这一幕 李南气得一拍大腿 这 这即将到手的职位 就这么飞了吗 不仅是职位没了 他们即将暴涨的工资也是没了 此刻 李南望向张帆的眼神里充满了愤怒 老韩 没事了 早点回去休息 辛苦了 听到这话 韩副贵微微一正 这事就办完了吗 到底找自己过来 这干什么呀 张先生 真的没什么事了 没事了 你回吧 那好 张先生 那我就先回了 有什么事 你再给我打电话好了 韩副贵十分客气 说完了 并要转身离开 可刚刚走了两步 身子又是一顿 回头 中张帆又稳 张先生 那李南怎么处置呢 还让他继续留在公司吗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你的收听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并且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并且